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先研究一下香港的情況 什麼時候會放光呢? 這一節就研究到 你現在零加三 不過轉就轉得很快 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時間序 剛剛上個星期尾 不是說放寬今天零加三嗎? 上個星期頭 阿勞寵茂和那四大高手 在光明頂那裡 就說專家說得輕了 就會令很多人共赴王泉 那時候呢 因為盧寵茂有一句說法 很久之前 他說香港絕不能躺平 因為有機會 和病毒共存 只會共赴王泉 與病毒共存 只會共赴王泉 一出 當時大家都非常震驚 覺得 有沒有這麼嚴重呢? 共赴王泉 就是大家一起死的 對 這個是當時盧寵茂 他還未做醫管局局長 他二月自己發表了一個見解 這個見解一出 大家都覺得很驚訝 甚至乎 嘩 有沒有說得這麼大 是不是堅持要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就不會做病毒共存 好 時間過得真是快 不是時候說拜拜 我們這位盧寵茂都成為局長 之後呢 你看到 嘩 那些東西轉得很快 那些人就說 喂 又找回 你知道那些人的了 很喜歡剝花生的嘛 又找回一些舊屎的東西說 盧局長 你以前說這件事 現在行這一套會不會 好像和你之前的言論有些不一致呢 大家就住這個位置 嘗試了解一下盧寵茂的心路歷程 究竟有些什麼 令到你改變 明明與病毒共存 只會共赴王全 現在為什麼會 到最後都是這樣的呢 所以跟大家研究一下 其實不是說只是盧寵茂的 你看到很多人都變了 說法都變了 是不是 年頭和年中和現在叫做年尾 那個看法都不一樣 所謂何時 那他們的看法改變 會不會令到香港真的 未來再有機會極速放寬呢 這些都是一個重點來的 沒有了 他回答不了你了 我沒有時間表 他沒有時間表 但是他說 他一定盡快研究 首先放寬香港自己先 自己 現在我們叫八人一台 唐食那些規範 打針疫苗通行症那些 那些應該就不會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 等到11月31日的法例完結了才算 看看他們怎樣去研究 他說盧寵茂是會考慮的 詳細是怎樣 現在跟大家說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我們來廣播 五銀雞 Pray Sharmu廣告 你看到大家 這個話題上 大家都非常之 逼 不是說逼得 盧寵茂太緊 只不過是 盧寵茂太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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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節物不要逼得太緊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他們要經過一些數字研判 你數字不夠 一會兒 那個結論 或者他們的判斷不夠 深入或者 有些什麼影響到呢 到時候 像阿超哥所說 盡量不要走回頭路 什麼要走回頭路 大家都不好 但是大家在 二月份 真的很懂得找歷史 報紙都問 盧寵茂 你之前說過這一篇 與病毒共存 就會共赴王全 這個言論一出 那時候就令我們震驚 現在你成為我們的局長 你又怎麼看呢 政策正在走近 零加三 你知道 近來的報紙 每個人都炒得熱烘烘 盧寵茂就說 不想再去爭論這件事 他說 不要爭論了 不要爭論了 等同舊事 人家都讓步 你還逼得太緊 是啊 等同 記不記得 3、4月的時候 我們經常看到報紙都這樣說 動態清零 什麼什麼什麼 很多政策都說出來 有些人又說 絕不難什麼什麼 絕不難躺平 接著 內地專家 兩萬年那些 一來到香港就說 又說 又傳 又說要做遺風強檢等等 香港整個停頓了 做一次大型的核酸檢測等等 那時候呼聲很高 這件事是呼聲很高的 大家都覺得 嘩 這波那麼強勁 那時候 數字那麼恐怖 我們不做好像不行 但兩萬年那時候 我們內地的專家 中央派專家來 跟我們說 你們又反過來 你們沒有這樣的條件做這些事情 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不要想這些事情 你的焦點去別處就算了 所以我們都覺得 最重要 有些事情要看清楚 香港 好像隔壁那個 隔壁那個 隔壁那個經常看 我們不會像他那樣 躺平 你做你的事 躺平 大家做大家的事而已 現在大家去 針一下盧寵茂 他就說 不說了 這些事 其實不需要 對 因為很簡單一件事 環境變 病毒也在變 人 最重要是沒事 這件事 他說了 二月的情況 和現在 九月尾的情況 盧寵茂說了 已經是不同了 改變了 他繼續說到 當時 二月的接種率 和現在的接種率 真的差一大距 現在算是高 香港經過第五波之後 難聽你講 經一事錯一字 他就知道怎樣防疫 所以 是不同了 變得好很多 當然 雖然 雖然有死亡個案 但是 少也好 多也好 盧寵茂就說 你不可以不忽視 他也有個位子 雖然有人說 是否回歷什麼 你之前說過這些 現在又回頭 盧寵茂說 雖然 雖然 現在我們不再提 不再爭論這件事 但是他說 經過第五波 的確是很多長者離世 但是 他跟記者說 盧寵茂就說 你可以問一下 那九千多人去了哪裡 這樣啊 為何問 找 問米婆問 不知道 對 對 對 記者也是 對 人要說一些說話 去證明自己的觀點 其實很容易 其實 大家在爭論 想爭論 很爭論 劉寵茂當時的看法 是不對 對 也好 或者對與錯 其實這個 我覺得整件事 真的沒有什麼叫對與錯 當時的看法 對那個環境 的確是 他們都說 你感染人數這麼高 當時的 防疫屏障又不高 就出了這些問題 如果你們的想法 那 你說 那現在又可以 變了 告訴你 就變了 所以 他就說 不要爭論 當然 用死亡數字 大家都知道是嚴重的 盧寵茂就說 喂 現在香港政府 他們用一個防疫工程師來講 他們做一個防疫工程師 他說帶著七百幾萬人 帶領香港人防疫 必須要搞一條 很穩陣的路 如果不是呢 路位人亡 嘩 他也要先把底下 跟大家說 我們都要求穩陣 做人求穩陣 不要求高風險 那是對的 難道你跟我說防疫 你玩風險嗎 好啦 風險也好 穩陣也好 你現在看到外界呼聲這麼高 高什麼 是不是零加零 當然 此其一 已經又開始轉了 你知道現在 香港 報紙也好 傳媒也好 政商界也好 開始說什麼 香港什麼時候自己 放寬你的防疫措施 香港人那種防疫措施 香港不是說境外來 旅客那些 即是香港人本身 自己那一批 即是那些沒有打針 沒有剪頭髮那些 類似那些 那些長頭髮的人士 等等 是不是要拯救我們堂食等等 記者這樣問到 盧總茂就說 你看看 昨天數字也低了 不過我 好笑 我說剛剛紅了 對吧 如果你接下來這幾天 還是繼續再回落 那就真的有望了 他們都說 公立醫院 服務開始復常 盧總茂承認 有空間考慮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至於什麼時候放寬呢 盧總茂就說會盡快 他說盡快 通常都真的很快 每次記者問完他什麼時候 盡快 盡快就不用等下個星期 通常等一兩天後就知道了 好 會不會是這個星期呢 沒關係 就馬上等他 等他研究 但是 他都說 雖然快 疫情 他本來都會變得很快 如果 有太大的變數呢 他們都是很難做一個 復常的路線圖 復常路線圖是需要的 因為看到 現在有很多人出來 跟政府說話 例如 江玉歡 我覺得江玉歡也挺有趣的 為什麼呢 他 覺得 政府 沒有規範一個社交路線圖 覺得不太好 江玉歡 即是讓大家知道自己有什麼時候 有時候有什麼時候 不需要聽你突發消息 突然間說 開關了 即是像零加三 每個人都說 機場做航運業那些 你突然一聲爆出來 好像說沒有就沒有 說解決就解決 但是你又要想 時間就是一切 那邊 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新加坡也好 這麼急 形勢被人強 我們要盡快做 大家互相想辦法 香港人這麼厲害 一定有辦法 這個態度 但是江玉歡 他說 他覺得 政府呢 你現在呢 走著零加三這一套 甚至乎 你香港自己的社交距離 也沒有放寬 你 始終 疫情 那個氛圍 還在籠罩著香港 你依然還沒有走出 疫情復甦的香港 感覺上 對呀 你說得對呀 因為你始終還有防疫措施 等同舊時而已 流感高峰期 舉例 是流感高峰期 大家出街要小心 不要容易病 容易傷風咳 大家可能要留意 那什麼時候結束呢 可能要等到 那個period 那個數字回落 或者街上少些人減 那個感覺不是很大 但是呢 講起疫情 大家就會說很大 你對外呀 跟別人說 香港復償的啦 香港復償的啦 但是你 有些什麼 讓我們看到復償了呢 哦 我們已經奮歡了 零加三的了 那三天是 可能在外國人的心目中 這三天是 哦 你們有皇馬 皇馬是什麼 就是他們想來香港玩的 那些 你解釋完一大輪 大一大抽香港 現在正在做的防疫政策 等同江若寬那些說法就是 你被人感覺 哦 防疫政策 哦 你們還需要做這件事 人家就說 嗯 沒有椅子 沒有椅子 你明白嗎 那種意識 但是全世界都還沒完完的 都是有條尾的 有條尾 你看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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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市民 所以 所以他就是 一直都 旅遊業 旅客不高 日本 對 一直都不高 即是暫時去到 他就是找我們香港救你 是啊 他就是在找香港 因為你 真是尷尬 尷尬在於這裏 你說起這件事 為什麼要找香港人救呢 一來 香港人這麼喜歡 從日本 二來 我那些要求 你們都在做的 你明白意思在哪裏 你們不會有太大 那些鬼佬那些 歐洲 那些 那些 你叫他長期插著波板糖的鼻孔 對 你真是 他真是開玩笑 跟你說笑 你真是開玩笑 開玩笑 所以你現在 你是不是令海外的女孩 依然阿州的吸引力 就是差一點 就是差一點 在這裏 是吧 你雖然說放寬放寬放寬 但是原來 剛才大家都說 還有些少許位置都要做的 一起開 對 開完 你要看怎樣 大家一起開完 江玉寬在網上自己的社交平台 都說到 你一直 不放寬 旅客 是不會願意來香港的 嗯 肯定的 這些 這個對的 他講得 有比較 慢慢 唉 不過亞洲區都是差一點 另外 另外江玉寬更加質疑 那些官員 有時間 出席去應酬活動 嗯 這個時候 新加坡經濟那些 全部殺到這麼緊 去到頸 那樣 你也不是時候想想想 快點 盡快想辦法 搞好那些政策 你走去出席活動 不是 希望解決市民所急的呢 這些江玉寬說的 當然 是贊成 所以我說過有時候 你這個議員說話都挺有趣的 全部挑了一些問題出來去研究 咦 之前說到馬時康了 馬時康都說了 我出去了外國 人家又沒有核酸檢測 回來香港又要我浪費成千元 找個地方搞核酸檢測 馬時康說很麻煩 是不是 現在零加三了 你又怎麼看啊 馬時康 他說 得正 嘩 嘩 得正 正確 方向正確 要賺兩句 是 成功爭取 但是呢 他們有這麼多的重點 你看到那些人又說得正 又說成成 那現在就是講 需要一個路線圖 路線圖是怎樣 你接下來香港怎樣拆這件事 當然 馬時康他會在這個上面 說到 你 接下來 你沒有路線圖 香港你怎樣部署大型活動呢 你怎樣去告訴別人你服償呢 沒有人知道你是否服償 這件事也是一個非常之爭感的吸引力 當然 很多人會覺得 接下來 香港 遇到 剛才我們之前說的一段影片 說 報復式消費人 香港人是報復式消費人 所以 有立法會議員 就出聲 香港 你現在 要想辦法 去吸引旅客來 他建議 你知不知道有個議員說 建議什麼 香港 來香港買一送一 機票 這麼便宜 哇 有費你給嗎 航空公司 怎麼頂啊 已經一頸血了 已經本身 一送一 哇 好狼死 你真的一到這一招 林健鋒 經文聯立法會議員說 由於現在放寬了之後 又要這麼大盆人 搞這麼多後續的工作 航班啊 人手啊 旁邊酒店等等 你更加希望政府 他覺得希望政府 趁這個時候 還念你的相關的行業 都是要增加人手的時候 順便公佈你 什麼時候想著再放寬 零加X 零什麼加X 沒有 沒有 對 這麼虛偽 沒有 沒有 即是你抹走 你抹走他 你什麼時候 你起碼告訴別人 薄格吧 高清薄格 遮對眼好不好 你告訴別人 有個好處 反正都是別人請人 就一次過 就著這個方向 什麼時候再進一步請人 或者進一步處理 也對的 當然 現在大家都說了 香港的呼聲這麼高 很多東西都呼聲很高 政府又要取其平衡 他怎樣做好他 都是明白到 但是 林健鋒就說 但是 我們明白你政府 要取其平衡 而已 我們做生意的 香港人 很多東西都要取其平衡 你什麼時候放寬 我們什麼時候請人 去要請多少人 這個東西都是一個平衡 所以 你不一天不說 業界一天都很難完全覆上 快點說 他覺得你們要快點說 如果不是 到時候 女客來 每個人都倒寫羅蟹 然後招呼不及 變成 有失禮 到時候失禮又影響你什麼 到時候報紙又說 香港很多女客來了 不過很多女客就表示 不開心 或者可能招呼不到 這些報紙到時候 樣子都上去 被中央看到 叫你搞好他的 叫你代客之徒 跟世界接鬼 是不是 你現在是了 接了鬼了 但是搞不成 為什麼這麼脫掉 到時候又麻煩 當然 這些大家都會清楚了解 所以 林健鋒就說 你現在首先看一件事 既然是要搞 第一個復蘇階段 剛才他說 不賣一送一 怎樣賣一送一呢 吸引商務客來 嘩 你現在用絕招來搶新加坡 搶回新加坡 你過來開金融峰會 買一送一吧 幾票 嘩 那麼便宜 那你酒店怎樣 到時候談 好不好 半價優惠行不行 做些七折 五折 那些 那些 給一些商家來 到時候 嘩 在新加坡見你 你們這些傢伙這麼狼胎 送到日買一送一 這樣吸引人行不行 這些都是一個很長線的 你怎樣做 令到很多遊客 走到香港 其實我沒有意見 因為對普通的普羅百姓 來說 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你 酒樓其實一雞死一雞鳴而已 你倒閉飲食業 你繼續有另外一些資金 就去拿那些位置 我相信其實 就是以我看經濟角度 就算你全香港現在倒閉了 你多過幾年 就中港開關 你一樣是在那些東西 但是很老實 如果你倒閉了就 捱到幾年一個問題 那樓價便下跌了 這個是經濟的運轉 是 只剩下大財團 中小企倒閉 這個是我一早 都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 我想討論一下 逼得重貿太緊 因為他說 什麼共赴王全論 其實 他不是說 你問一下 過了新的 九千多人 他說九千多人 現在再加上數字 就是一萬一千 一萬零一百多 你們保持都會有人離世的 不是 這個位置很有趣 我想討論一下 因為跟那些叔父輩聊天 因為我新年的時候 講的論點 農曆新年是二月的 現在是十月的 沒錯 我老快你八個月 現在你用我的觀點 來講現在的世界 因為我們講世界新聞 BA.5 我們早就知道 是什麼 當然知道是什麼 才放寬的 難道伊波拉 你放寬嗎 不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現在跟那些叔父聊天 他就說 那天和那個司機 迪士司機都圍牢取暖 不要說哪個叔父輩 圍牢取暖 那個司機 那個司機和那個人在說 你自己搜有什麼用 人家不搜 你都是進來 這樣兩個人 是啊 我二月那時候跟你說 聽不到 不行的 外國那套不行的 我跟你說的 我不是說那些官員 我只是說普羅百姓 如果你支持某些事情 現在開了 那你用這個解釋去說 不行的 人家打開門口 我們搜有什麼用 那你搜是不是搜得特別好 如果你看世界的數字 以確診和死亡 你講 當然沒用 這些市民自己 哎 我都不搜 你找個位 就是 阿拉哥 拿些什麼 搭台給他下台 那我講 盧寵茂那句話 其實有些人 會覺得他 你現在這樣 都是什麼 在死者家屬的角度 他講的是對的 他要交代 他要對死者交代 真心的 那些人 真是有過身的 真是很慘的 那時候進不了醫院 失救 放在門口 香港人是經歷了一個悲痛 不斷 那些老人家的半屍 他那時候說是沒錯的 因為盧寵茂二月說 香港發生的事是三四月的事 對不對 這個問題是 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 當然 他也要解釋 其實他也不是完全錯的 對不對 沒有錯的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 怎樣去解釋 有人說 你現在這樣 一樣功夫 這麼囂張 人家最後 其實 剛才你說的 那些的士大哥 之前我都說 有些人 簡直是這樣想的 怎麼想 不可以的 開什麼鬼 到時候 惹到香港周圍 轉過頭 可能你看到他幾個月後 跟著那個論調 就說 都是不是的 都是要開的 遲早的事 他世界大同 好像說到這些論點 我們自己 就算天天 日房 夜房 好像數字 都還有 好像不明白 為何那些矮 會走進屋子的道理 一樣 你剛才說的 那兩個的士老 和叔父 在說的 你又說 沒有辦法 不是沒有辦法 這是邏輯問題 你慢了人家八個月 他不肯 面對現實 他們不肯 其實他們知道現實 很奇怪 是啊 但是有時候 只能夠這樣說 即是香港 秒秒鐘都是錢 八個月 真的傾家蕩產 已經是再東山再起 發財又輸完又發財 你明白到時間就是錢 你就明白 為何有些人會這麼窮 所以現在人們都窮了 就出來在這裡吵 是不是 就不是說 逼得你勞寵物太緊 但是 事實擺在眼前 事實擺在眼前 要是你是不是賺錢給我 以他的角度 好像我剛才的角度 對香港人沒有關係 我說你整理店鋪 你遲些都會再開 其實他也是這麼想的 他只是打工 他那些餐飲業的生意 不相差 我總之搜到一樣東西 喂 死人就我什麼 但是 記住一件事 他講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沒做官 是不是 這個是他自己的看法 到他做官 他明白一件事 即是他上任之後 其實他不停放寬 他不是用他講那套說法 去搞香港 他不停放寬 有人只不過在這個位置 喂 你以前說要這樣 又是你說的 講到大大聲 大家在這個位置 他就說 其實他心裡那句 你反過來 你是他 他說 那你是不是想我要這樣做 很簡單一句 你是不是想我收緊他 不是 你們都不想 你在這個位置 咬爆他的頭 有些人就覺得 隨便吧 這個世界始終要被 最後大家都要認清 我覺得你應該放過他 對 他都妥協了 所以你又無謂跟他爭 即是他都不跟你爭 是的 等等 大家都算了 都完了 對 畢竟都是高過你 各位 畢竟都是高 難得 他們變陣 他只是招呼你一個 對 死了那些 怎麼不需要交代 所以 他告訴你 他也是交代的 是交代的 大家不要在這個位置 再刻意 再招呼他 不要逼他 真的可憐 搞到這樣 很難做 好了 在這裡 拜拜